故事发生在1944年9月的荷兰 年轻的爱丽丝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寄人篱下 一天下午,她悠闲地和朋友在河边玩耍 寒暄之际,德军飞机将她在不远处的长生住所炸毁 两人只好另找住所躲藏起来 晚上,一位自称是抵抗组织的帽子男告诉他们 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自己可以帮助他们通过一条逃生路线逃走 第二天,爱丽丝找到了父亲的律师朋友 拿走了半年的生活费 出逃计划正常进行着 爱丽丝和家人一起登上了轮船 但意想不到的是 夜里,他们突然遭遇了一群德军的偷袭 船上的人,包括爱丽丝的家人都死了 只有爱丽丝跳船逃生躲过了一街 死里逃生的她找到了抵抗组织 组织将她犹太人的明显头发特征染成了金色 并安排在组织内工作 一天,组织领导找爱丽丝完成一个危险的任务 那就是在德军党卫队保安部安置一个窃听器 于是,爱丽丝与一名医生假扮着夫妻 坐上了前往目的地的火车 途中却遇到了德国人检查证件和行李 为了躲避检查 爱丽丝躲进了德国上尉蒙茨的车厢 蒙茨是个极有爱好者 爱丽丝与她欢谈一番 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并且躲过了检查 另一边,抵抗组织的人在运送枪支时意外被发现 并被德军抓了起来 为了救出队员 也为了安置窃听器 爱丽丝开始了她的间谍生活 第二天 爱丽丝在律师处拿走了一些邮票 并以送邮票为由 接近德军上尉蒙茨 爱丽丝获得了蒙茨的信任 而且蒙茨还邀请她一起参加军婚聚会 在聚会上 爱丽丝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晚上 杀害她一家人的德国中尉富兰肯 这更加引起了爱丽丝的仇恨 晚上 爱丽丝就与蒙茨开始缠绵 蒙茨看到她新长出来的发根 并怀疑她是个犹太人 但是蒙茨还是爱不释手 给爱丽丝安排了份工作 于是 爱丽丝利用植物之便利 将窃听器安装在办公室墙上的隐蔽处 爱丽丝和蒙茨寒暄之后 回到了抵抗组织 从窃听器中得知 她家人的死并不是偶然 而是茂子男范亨和德军中尉富兰肯设计的圈套 为的是引诱有钱的犹太人上购 掠夺钱财 爱丽丝决定为父母报仇 尽管遭到了上级领导的反对 但在医生和队友的帮助下 还是成功地杀死了范亨 报完仇的爱丽丝再次来到了蒙茨的房间 蒙茨开始怀疑范亨的死与爱丽丝有关 爱丽丝交代了关于富兰肯和茂子男相互勾结 掠夺钱财杀人灭口的经过 并成功说服了蒙茨去抓杀他家人的富兰肯 第二天 蒙茨跟随德国将军去搜查富兰肯的保险柜 想不到 狡猾的富兰肯早已转移了财产 还反咬一口揭发蒙茨与抵抗组织谈判的事情 将军以判国罪抓捕了蒙茨 另一边 抵抗组织在准备救人 需要爱丽丝内部接引 爱丽丝提出的条件就是救出蒙茨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 大家抵达地牢 没想到 去中了德国士兵的埋伏 一行人只有一身存活了下来 组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原来富兰肯早就发现 爱丽丝的间谍身份 并对着监听器 谎称这是和爱丽丝一起设计的圈套 担意给爱丽丝一笔钱 这让组织的人 误认为是爱丽丝与德国官兵 内外勾结杀害同伴 随后 爱丽丝也被关进了监狱 夜里 蒙茨的手下偷偷闯进了牢房 成功的将蒙茨和爱丽丝解救了出来 逃出后 两人过着战事安逸的生活 不久 德军战败了 富兰肯带着财产 趁船离开 没想到 医生就在船上守株带兔 杀死富兰肯 并带回钱财 正当大家欢庆之余 蒙茨和爱丽丝来到了律师的住所 寻找真相 可是律师话音刚落 就被杀死 爱丽丝在律师的身上 找到了一本黑皮书 蒙茨追了出去 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最后还是被枪决了 爱丽丝也被人抓进了集中营 还被一群人渣当众泼粪水羞辱 这时 医生的及时出现 救出了爱丽丝 把她接回了家里 还告诉她 蒙茨被杀害的事实 爱丽丝很是伤心 医生也终于露出了她的庐山真面目 打算注射过量胰岛素 杀害爱丽丝 虚弱的爱丽丝趁起不备 跳楼逃跑了 医生想追逐无果 爱丽丝找到了组织领导 并把黑皮书中 记载的医生勾结德军的证据 拿给她看 真相大白后 两人开车 赶上了借用灵车逃跑的医生 不管医生如何苦苦哀求 爱丽丝还是锁紧了棺材 活活将她憋死 多年后 爱丽丝结婚生子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部 足以让人呼吸急促 热血激流的间谍片 将人性中的善恶 真假 美丑 表现得淋漓尽致 优优独播剧场上